又有韩国男神到访台湾 他就是人气高企的李俊浩 俊浩乘坐的航班 在8月2日下午3点50分 飞底桃园机场 一晨休闲打扮的欧巴 4点多步出入境大堂 现场组就失满近700名 带被角色认门密的粉丝 见到现场这么多粉丝 就算打风都来接机 俊浩开心之余 亦都很会做 露出灿烂的笑容 不停向在场的粉丝和传媒挥手 细心的他还留意到 二楼都站满粉丝 不妨向他们打招呼 站定定 比心心 这些指定动作当然走不掉 不枉粉丝守候机场这么久 你我手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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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丝还相当齐心 整齐或一地大喊李俊浩 相当热情 李俊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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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俊浩今次去台湾 是出席运动品牌活动 不过因为台风关系 活动由原本3号 改到4号早上举行 而俊浩访台同一上午 还已经在首尔 出席了一场时尚活动 足见男神的当红指数 看团2PM出身的俊浩 近年因为与李世榮 合演古装剧爆红 还拿着百想事帝 而最近与萧氏成员 润润额主演的爱情剧 更进一步推高人气 俊浩近11年没有去过台湾 难怪吸引那么多粉丝热情接机 粉丝都好手秩序 没有造成混乱 俊浩在保安开路之下 轻轻松松就灯车离开机场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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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 还有水